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Vlog.js详细 我是你的先行讲师,爱你 好,这一节我们最后再来讲一下显示过滤排序的结果 好,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 我们想要显示一个过滤或者排序过的数族 过滤过的或者重新排序过的数族 那么必然而然,我们对我们的这个数族元素 是发生了一些改变,对吧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又不想去修改它原本的数据 不修改原始的数据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 它有两个办法来实现 第一个是我们可以创建一个计算属性 创建一个计算属性 然后通过计算属性当中 我们可以返回过滤或者排序过的数族 相当于是我们新生命的变量 然后这个是一个数族变量 然后我们把过滤或者盘系过的数族 给它放到这个新的这个数族变量里面来 然后再把整个数族给它返回来 好,这是一种新的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我们可以用类置的一个过滤区 比如说叫filter by 或者是我们的order by,对吧 这种这些方式 好,filter by 我们通过过滤order by 就是通过排序 我们通过这两种过滤器 直接能够给它筛选出来 那么筛选出来之后呢 我们直接选渲染出来 而并不是去修改原本的值 直接送给Vo端 然后作为一个渲染 好,那么这两种方法都很不错 不过呢,它也有一定的对比 计算属性它有非常好的控制力 OK,它有更好的控制力 也非常的灵活 为什么呢 因为计算属性 说白了 它就是全功能的JavaScript 我们可以用任意的JavaScript来控制它 可以写无论有多少含代码 有各种各样的任由我们的发挥 只要你js写得好 你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来控制我们的这个 输主 好,它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来控制它 但是这个我们需要会非常 我们需要专门来写一段JS 对吧 专门写这样一段的算法这些东西的 好,那么我们也对JS的基础这方面是个考验 那么如果是用过滤器的话 其实基本上很简单 过滤器里面的话就是传入一些参数之类的 它会自动给我们返回来 那么它是非常方便 更加方便一些 但是呢 方便的东西它毕竟只是 说白了也只是用JS封砖出来的一个方法 那么既然封砖出来的方法的话 仅仅只能是开发这个封砖的这个方法的人 他能够考虑得到的 范畴 那么它的功能确实是有限的 好,那么显示和过滤的排序 我们如果要做到这一点的话 我们要做 我们要实现过滤或者排序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 来选择用哪一个方法 那相信JS技术好的人更愿意去用第一种 不过如果我们是为了快一些 如果是快速开发 的话我推荐大家一定要能够熟练的掌握 Filt-by和order-by的方式 那听完我的课 如果大家想灵活的去应用这两个的话 建议大家去查一下VUE它的API 机制API文档 那么专门针对我们的过滤器 和我们的这个排序的这两块的话 API它会讲解的非常的详细 好,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列表渲染 或者说是我们的负循环 围绕负循环的指令 也就讲解到这里了 好,那谢谢大家